天人合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依然是和董老师从诗经里面讲的一些有趣的小东西 我昨天晚上平常没有那么早睡的 我昨天晚上9点钟就睡了 睡到2点钟的时候 啪就醒了 被一个梦吓醒了 梦见什么了呢 梦见了我们在一部车里面 然后那个车是一个滑轮 一直往下滑 滑到一个悬崖边 弹出去 然后在天上飞 然后掉到另外一个平台上 就别人都飘过去很多个车了 然后轮到我们这个车 也要这样滑下去就荡过去 跨过一个很大的悬崖 到另外一个平台上 我当时就觉得怎么我会做这么一个梦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梦 你的梦非常有想象力 很惊险 很惊险的 就是一车人坐在一个车上 顺着那个铁 像那个很滑的那个滑道 滑到一个平台上 甩出来 然后跨过悬崖到另外一个平台上 搁着 别人都这么过去的 一生我就起来打坐 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想明白了 跟什么有关呢 最近我们有一家公司 容易吃资 就是这个投资者就给了你钱 给钱之后就意味着 你得承诺 你给别人说我要做的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我好像带着我们整个这一团队的人 就像坐在一个车里面一样 就被扔到了 抛出去了 给到你一个东西 你就抛得很远了 运气好呢 你能够到另外一个平台上 搁着 你能往前走 运气不好呢 你就全部能一起摔下去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我在完成这次融资之后的一个隐忧 所以对梦的解读 实际上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这个担心的 然后在梦里面 梦醒了 驾驾醒了之后呢 我意识到的是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人的隐忧很有意思 你觉得就是刚才董老师讲的一个话 就是中国古人啊 这个情感极其丰富和细腻 极其高级 他们而且他们能够用很好的语言 把这东西讲出来 是 我们现在就好像来回来的就是轻啊 这个各种各种网络用语嘛 无非就是给力啊 轻啊 就是神明是如此精彩啊 也就是这几个字 没了 诗经的伟大在于他美在文字 抑郁性情而昏归内心 这种激言语 激情于天下的情怀 是中国古典文学高潮技艺的典范 在纷繁的都市喧嚣中 品味千百年前的诗词 恰如一股清泉滋润心田 是为修身之曼妙之法 然而诗经中最能打动我们的诗句会是什么呢 在他的背后又会有怎样传奇的故事 你认为哪一首诗是真正的云以最契合 当然每一首诗都很伟大 哪一首诗最云以契合的 还是我这一次去 又说到我这次对这个秦峰的考察 其实为什么选择秋天 深秋的时候去 就是为了一首诗 就是为了秦峰中的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尖家 就是芦苇的意思 那么其实他一看诗题 你就知道他是写芦苇 但是这首诗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人 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尖家苍苍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王国伟先生 那么他对于这一篇诗 有一个评价 他说是诗经之305篇作品之中 最得疯人之深志者 什么叫做最得疯人深志 他说是最能够表达出来 诗人他的内心的 委婉的身在的感情的 那么这首诗其实是 在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个形象 这个身影出现之后 都是这个诗人 在反复寻找 就是肃怀从之 道足且长 肃游从之 晚在水中央 这是他向上游去寻找 逆流去寻找 但是这个道路 怎么如此之艰险 如此之迂回难走 所以再回头看 这个身影 又不在眼前 不在前方 而在下游了 所以再翻回头去 向下游去寻找 就是肃游从之 晚在水中央 可是找来找去 这个身影 都不在自己身边 仿佛觉得他就在那 就在那个方向 可是走过去 窃静之后发现 他又在别的地方 这是一种什么情怀呢 所谓堂皇迷离 这种情怀 其实我们每个人 生命之中都有 都体会过 就是我们每个人 生命之中 总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要的东西 想要成就的事业 或者是想要 体会到的什么感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求而未得 或者甚至是 你求而不得的 这种状况下 都会有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这样的一种惆怅 那么求而不得之中 这种上下求索 跟屈原的 其实无将上下而求索 是一个意思 王国伟先生就是说 在人生 凡是育成大境界 这个做大学问 成大事业的人 都要经过人生的三个境界 这个三个境界是 第一 你一定要 肯定会经过 昨夜西风 凋臂数 读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就是孤独 困惑 不知道方向在哪 第二个境界 如果你 选对方向了 能不能一带见宽 终不悔 未宜消得人憔悴 就能不能坚持下去 有痛苦 有考验 有挫折 有自我怀疑 但是这时候 能不能走下去 就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才可能有 第三个阶段 就是得来 全部费功夫的时候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那么 所谓一人之 令我上下求索 就和这个 第一第二阶段 是相照应的 那么 我们每个人 心里边 都有一个这样的 理想的 化为一人的 一个身影 在我们的前边 始终在 在导引我们前行 你向我提出了 一个深刻的问题 到底我的一人是谁呢 对你的一人 是什么呢 何在你 对啊 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国学堂 是吗 本来以为是了 结果你这么一说吧 我好像 好像就还不是 对 这就是一人 他若失若在 你自己都不知道他 是在还是不在 在上游还是下游 对 在哪里 所以你觉得这首诗 其实就正好反映出 人类的这种情感 所以从这点角度上来说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变得 有些人说越发无趣的原因 恰好是诗意的缺失 就是说我们不太擅长 或者不太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精荡地发现 并且描述 并且表达自己的那一点点的情感 我们甚至觉得说 这个是件很丢脸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在跟你接触之后 我觉得 这个董老师 你帮我开启了一扇窗 真的 我觉得我好荣幸 我能够在38岁的时候 能够接触到这个 是个觉得好荣幸的一件事情 我是一个桥梁而已 在你看来 就是在你读诗经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大家对诗经 唯一有印象的就是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首诗 曾经有人说这首诗 并不是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 那个曲黎明老师解读的例子说 她是一个大原配 说帮老公找 帮周王王找小妾的一个故事 我在不久以前 一个朋友 因为他是做MGO的 他跟我说 他去山西的农村 因为在那生活很长时间 参加当地人的婚礼 他就很惊讶地发现 当地人的婚礼上 是唱诗的 是唱这首诗的 真的啊 好高级哦 好高级 不 但是这种 我们现在想来高级 但是它是非常符合 他这样跟我说之后 我就觉得对了 我就找到印证了 那么我们在文献上 是有这样的记录的 就是比如说朱熹 他认为这首诗 就是婚礼之事 就是婚礼之事 那么一位男子 在迎娶自己的新娘的时候 如果对他这个宋唱 就是窑窕淑女君子好求 然后我曾经对你 误寐私服 那么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这个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结束 时间实在太短暂了 我听到董老师讲这句话之后 我突然明白这个事